大半夜,远景开车家族马力,紧追前方拒检轿车,一路从快速道路追到平面。 拒检车辆突然右转,当场撞上,分割岛上电线杆,整辆车卡住,两名远景见状,迅速下车,一左一右,拔枪警戒。 远景要求车上所有的人下车,三男一女被控制在路边。 26日凌晨3点多,金融警方巡逻时,在金融市区看到一辆车跨越停止线,由于该车曾经被拦查过,警方觉得可疑,再次上前盘查。 没想到对方却拒检加速逃逸,警方一路猛追,从高速公路追到快速道路,直到对方下快速道路,自撞电线杆,才停下车。 本所于111年8月26日三十许,警员林秉毅终于智,执行巡逻行务时,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停等红森时,占用机车停等区,随向前拦查。 但该车拦查不停,加速逃逸,行驶至台62甲线,校洞路口扎道时,失控撞上分隔岛上电线杆。 经查车内共有4人,并于车内起货安非他命、吸食器等。 其中一名乘客,一为基隆地检发布之通缉犯,全案依法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。 小交车致状,车辆受损严重,两人送医急救,警方查出一人是通气犯,车上还有毒品,也要清查车上的人是否有涉及其他案件。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。